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有一天会回来的 一定的 坏坏坏的某个程度大家很烦了 就开始崇拜巧妙 在我看来我现在也觉得有点烦了 的确有点回来了 因为它同志性 因为现在全球化 你根本看一张画你还看不出它是哪个国家哪里出来的 看起来都不常说 感觉都是德国表现主义就德国表现主义一样 而且这种趣味还应该分得更细致的 比如说所谓坏画 它主要指的是 比如说油画 或者国画这种主流画种的那种表现 是吧 但是如果把这个画种的类型一变了以后 它又是另外一个概念 比如说春山龙那么出名 比如说奈南美制止那么出名 它们是日本卡通 而我们都应该有记忆 在九十三代初 如果在美院 中国的美院的副中生的画画里边 出现卡通的影子 被批判的 所以太没裁气了 怎么画这种商业画 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概九十三代中流行的是所谓 这个央美跟王华翔很大 很有关系的这种所谓 将错就错 将错就错的画法 其实就是从局部到局部的画法 对 有点变形 有点像广角镜的变形 大概在九十三代后期 开始允许卡通 过了两千年 你不会画卡通 你就基本上不会画 为什么 这趣味没办法 为什么小孩子看卡通成长 对 而且没人看转折了 都评图了 都评图了 因为这年轻的评图 只有年老的人才感觉什么图绘 什么造染 对 最早就像陈飞 对 这种艺术家 是 所以他 所以在这里面讲一件事情 因为一般 普通公众他只看画 或者只看现象 那么如果你深入到趣味的话 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好 但我们讲到这个趣味变化 那么我们要 还要讲多一点 就是其实 艺术史家在研究趣味变化 他们举了很多例子的时候 他们发现 区味变化也不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意思就是说 熟练到某个程度了 开始往回走了 也不是的 譬如还是有推手的 有点像凯恩斯所说的 一个无形的手 和有形的手 是吧 有推手 这个推手就可能真的是 艺术市场或者艺术界 可能他们就是 博物馆的管理法 可能就是一帮批鸣家 或者可能就是那么一些 拥有艺术界的某些真正权力的人 他们要寻找新的东西 因为一个策展人或者一个博物馆 对于当代展览很有热情的人 他的想法和一个画家都不一样 其实画家的变化不是很容易的 某种意义上一个人就一种风格 对一辈子可能就 在几十年可能就画一种风格 对 其实你毕塔索所谓多变是表面的 毕塔索其实 比如毕塔索从来一直没有画过抽象 毕塔索真正贡献的 其实可能还是1910年前后的立体主义 后来那些他是属于 他这个很放开的画家 就变形 只是不平常变形 也形成一套套的套路了 现在他套路了 到了战后他其实基本上就是过气了 但是他已经名声战了 但是博物馆的馆长 或者说做展览的人 只要你有能力 一定关注两种展览 一种是新人 所谓什么新人 就是完全跟流行区位不一样 你的本事能不能把流行 这个所谓新区位培养成主流区位 因为这才有商业利益 是吧 因为你一路守这个新区位 它一定为市场 然后你把它变得很有市场以后 但是你已经笼装它了 你又成为这个潮流的教父 一定有非常重要的操作在里面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展览 我就不说了 就是大师的大型回顾 是吧 很少能关心中间展览 关心中间展览的人 就中间画廊了 没办法了 没能力就做中间 有能力教我 我是个顶级画廊 我一定做在两个方面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 趣味的变化 坏化成为潮流 它也不是一个 所谓趣味的 无政府主义的结果 这一点我 虽然可能有很多 自由主义的 或者无政府主义的 吉祥存在 在趣味变化上 但是仍然有推手 或者有强有力的推手 它才能使一种 可能起源的时候 有某种无政府的状态 可能有某种 自由主义的状态 但把它变成 主流状态的时候 就非要推手不可 而这是一般人 很少关心的 艺术史的另外一面 就是说 艺术史不是一个 仅仅关注趣味变化 风格变化 审美意识变化的美术史 关心一个精神领域的美术史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 另外一部美术史 就是推动艺术发展的 那些机制 那些背后的力量 它可能是抽象的 但也可能是很具体的 具体到了 比如说 19世纪的印象派 为什么今天那么有名 我们只能承认 19世纪晚期的 印象主义新奇的 那个时代 同时又是个人画廊 开始出现的 所以我们谈印象派 你必须谈个人画廊 否则你就不会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起源于欧洲 法国的印象主义 他们的很多重要的代表作 为什么出现在美国 为什么出现在俄罗斯 那是因为美国那些有钱人 跑到欧洲买画 他们买不起安格 买不起格罗姆 买不起布格罗 买不起布格罗 买不起这些 所谓的学员派的画家 他们画一段画 就给布洛夫公高价收藏了 他们学员收藏了 他们发现一大堆垃圾 这个垃圾好新鲜 管他买了再说 反正我是美国买回来的 我是法国买回来的 跑去美国人 跑去告诉美国同航天 我多么有文化 我到法国买了一堆画回来 什么画不知道啊 你要知道 大概在1880年 还是多少年我忘了 我看了一个画商的日记 就写到莫赖 那一年莫赖 可怜的莫赖 夫人病了 她没钱治病 她写信给那个画商 求求你能不能把我手上的画 买走 我这里还有多少张油画 多少张素描 反正加起来大概三四十张 大概几百法 我现在就需要四百法 我要看病 而那个画商很为难 说我现在也极尽破产 又不断收你那麽画没人要 我都已经陪你卷 但是还是咬紧牙关 我拿下来 谁想到他的画以后会如此值钱呢 是吧 所以趣味变化背后 还是有一支非常有力量的手 这个手是经济之手和体质之手 于是艺术理论的研究 从传统的风格研究 在四九世纪 风格研究达到高潮 沃尔夫林就是代表 艺术风格的研究 到二十世纪 中叶趣味的研究 趣味的研究 就是英国最著名的一个艺术史家 哈斯克 他的五零年写的本 主要的书叫《论趣味》 虽然他讨论的是中世纪的 这个教堂的艺术 但是他告诉我们听 左右这个教堂的风格的 不是艺术家 而是神父 他们掌握的权力 给钱你干活 对吧 然后我们才明白 造成佛罗伦沙四五世纪 如此繁荣的艺术景象 离不开一个大佬 就是当时佛罗伦沙的主人 美第奇加州的洛伦佐 洛伦佐是个艺术爱好者 他一定要让所有 他所看到的 他所知道的 意大利的 佛罗伦沙的著名艺术家 都要为他干活 他分开 这里边给达芬奇 这里边给米开朗基罗 这个给拉佩尔 他绝对不会专门给达芬奇 专门给米开朗基罗 他必须把所有这些人都要网络 没有这个人 会有这种事吗 那么到了19世纪 没有画廊 这没有这种事 没有印象派的初恋 那帮 美国大佬 俄罗斯的贵族 跑到法国来 那肯定是受印象派 因为太便宜了 是吧 所以他们的话 就跑到国外去了 你在美国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看 芝加哥 艺术博物馆 非常多重要的印象派的代表作 在他那个博物馆 就是当年这样收回来 当然了 一收回来以后 那么印象派的话 有如此广泛的收藏 有如此多的人追捧 那么他当然重要了 美术史认为他们重要 但从市场上他们也重要 所以趣味的变化 背后还是一只社会的手 体制的手 这样的话 五十年代 艺术理论研究体制 其实到了八千代 七十年代 八千代以后 已经有艺术理论家 在研究体制问题 比如说著名的 美国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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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社是吧 他就在讨论这个体制问题 就是说 我们要 研究一种趣味的变化 我们必须讨论体制的力量 那么什么样来构成这个体制呢 他是博物馆的馆长 他是著名的收藏家 他是活跃在各个拆盘之间的策展人 他是各个著名艺术家 或者艺术作品 为基础所成立的基金会 嗯 或者各种文化的基金会 同时还有一大批 有话语权的理论家 批评家 媒体 来共同创造的一个 又一个奇迹 同时使趣味 从熟练到不熟练 到制作 到坏话 那么有一天 他一定会往回走 这是必然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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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